OK 好 那謝謝那個RM 他確定沒電 OK 那這個是我們先前應該有一些夥伴有知道說 我們有內政部外洩資料的一個問題在 那我們就是今天是外洩的第499天 大家祝我們的互證資料 Open Data 生日快樂 Yeah 這是第一次在大松 我們慶祝這件事情 這很重要 好 那再講一次 就是為什麼這件事情很重要 是因為我們的互證資料 他其實有跟我們的個人的資料 他有一個很強烈的關聯性存在 那尤其是這個互證資料 他也連結清楚關係 他有夠多東西的 那我們最新進度是說 政府他現在開始有分成兩頭馬車 就是檢察官他覺得這筆資料 他有違反個資法 或妨礙電腦網路使用 內政部都說 他說這筆資料不是從互證資料流出的啊 那你就會思考一件事情 那除了內政部 到底誰會有這麼完整的互籍資料啊 就不合理嘛 我們有一個很可憐的苦主 他是想要了解一下說 這筆資料到底是不是真的 我不知道 這是我自己心裡面幫他講的小劇場 他就想說可能為什麼這個資料會這樣子 那這資料真的是內政部出來嗎 結果他就被抓了 他就是只好花錢消災 那宜蘭人就很倒楣喔 因為 大家有去過好市多嘛 那好市多就是會有試吃品在那邊給大家吃嘛 那宜蘭人就變成這一批護證資料裡面的試吃品喔 這個宜蘭人所有的護證資料就是免費下載 那現在的狀況就是 其實不只全中國都知道你住哪裡了 全世界都知道你住哪裡了 那為什麼要換證號 其實就像剛剛前面講的 這個證號他是跟一輩子的 那這些資料產生連結的話 其實很多的 資料盜用者 他甚至可以拿你的身份字號去辦一些網路服務啊 甚至是 去拿去辦什麼蝦皮啊什麼的 那他拿這個帳號去詐騙 那檢察官到時候找的就是你耶 那目前的進度是這樣子 就是桃園申請允許 那已經有一個人換過了 那台北申請的話 目前就在打行任訴訟 今天最重要的東西來囉 國家賠償 大家都喜歡錢對吧 這個最棒的 為什麼不要不見 請求可以每個人500塊到20000塊的新台幣 這個是我們的國賠相關的一些規定 老官司要不要錢 律師要不要錢 很多東西要不要錢 不用律師費 因為我們有我們很棒的 義務律師他願意幫我們免費 義務的打這個案子 那我們只需要分攤我們法院收取的裁判費 來揮抗我們最後的原告和求償費 而定 那就謝謝我們林育騰律師 還有我們楊少凱律師他願意 來去支援我們的專案 做這件事情 好那請跟我 斷開文節 斷開鎖鏈 這是最重要的東西 你好那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請你現在掃這個QR Code 或者是到我們的專案提案 那我們這邊會開始徵集我們的原告 只要你是2019年之前出生的中華民國國民 那都可以有機會來去參與這個 就是國賠的一個官司 那我們也不需要你親自 一直跑法院什麼的 因為我們有律師來去 代理嘛 所以我們就是 真的很棒真的很感謝 這樣子 好那 我還有 一點時間 我還有幾分鐘 好1分40秒 那我來就是來多嘴幾句 就是我自己是沒什麼錢的學生 因為我現在還念那個法律系碩士班 那就是我知道現在就是 社群有很多的一些 需要幫忙的地方 那我覺得 今天在場 就是剛才早上的時候 收集也知道說我們有很多的 學生在這邊不管大學生 還有各個 學習階段的夥伴 那就是 其實有一個東西是我們這些學生可以幫到忙的 就是不管你今天在的專案 或是你在的坑裡面 那這些坑他都很需要很多人手 那就像今天大家看到的現在在拍照的 或者說今天你幫忙進來 來去簽到登記的那些人 其實這些工作 甚至現在還有一些夥伴 在外面來去幫忙整理場地 做廠戶 這些 不同的 甚至打控筆 就是有太多太多的事情 需要大家幫忙了 所以如果 你有意願幫忙的話 歡迎你到你有興趣的專案 或者是 到 我不知道可能 Stake 待會可能開個串 可以收集一下 小幫手名單 對 我覺得這件事情很棒的 因為 我自己在參與GNV社群這樣子一年下來 我覺得這個地方的很多夥伴都很棒 那這邊 他代表一些價值 或是說想要傳達給大家的 一些 一些 行動這件事情本身是很重要的 每個人都做一點 這個社群 不管今天是 定期金額捐款 還是說我們就是多動手 捲起袖子幫忙做 一點事情 我覺得都會對整個社群有一個很棒的進步 然後就是很感謝 就是今天 我參加那小學校的專復化競賽 就是 有得獎 這樣子 也很感謝就是 舊松還有小學校的夥伴 一直以來都是 幫我很多忙 那我時間要到了 我要講最重要的事情 我剛才跟 我的那個 小學校專復化競賽另外一夥伴討論 那我們今天有獲得我們獎金兩萬塊 那我希望可以把這筆錢 來捐給舊松 那 不會限定什麼樣的一個使用 那就是希望舊松可以 一起好好的運作下去 讓更多人一起來參與公民科技 謝謝大家